任命徐真偉女士 为花莲县的副县长 2009年花莲县长复昆旗 任命当时离婚的前妻 徐真偉当副县长 从此之后县长立委 就由富士夫妻双人大风吹 不满花莲成父家天下 议长张俊开第一枪 组反复联盟全力备战 2026 徐真偉也到任了 花莲大部分的乡亲都期待说 可以改变啦 不要再继续当同的人 这样继续执政下去 大家有一个共识 就是支持复昆旗跟反复昆旗 花莲县议长张俊 攜手前花莲市长魏家贤 呈最大反复势力 在议会和县长徐真偉杠爽 一是家常便饭 更积极拉拢无党籍议员 无党联盟大概有15期 像复昆旗他想要国会改革 但你县政府都不尊重议会人 他谈什么国会改革 立平打倒附加的在地势力 吹起集结号 另一头民进党 则任区在花莲的立委 沈柏阳火力全开 国会法案议题 屡屡和复昆旗杠上 积极复制 小美琴2015年选立委模式 副总招的强势作风 除了让花莲大后方松动 在立院的同域也出现质疑 主席立委开直播解析 华东三法实在操之过急 总招他是说可以用BOT 那当然你就会被质疑啊 就是说以高铁来说的话 那高铁在西半部都这么多人 他们都还是面临亏损的一个阶段 李克太太直播被认为 党中央出手 避免战俘飞弹失控 党内党外压力 让傅昆旗复被受敌